小梅是一名刚上大学的学生 由于学习原因 只能租住在这所靠近大学的廉价公寓里 搬家这天 小梅偶然遇到了住在隔壁的北条夫妇 北条太太好心提醒小梅 这所公寓的墙壁很薄 晚上如果有奇怪的声音吵到小梅 让她多多包涵 没想到自己的隔壁住着 这么成熟漂亮的太太 这让小梅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了期待 也许小梅不会想到 自己今后的生活将会因为这位太太 而变得多姿多彩 晚上小梅正在家里收拾东西 突然从隔壁邻居家里 传出一阵阵奇怪的声响 果然因为公寓的墙壁太薄 就连隔壁夫妇运动的声音 都被小梅听得一清二楚 年轻气盛的小伙 怎么会错过如此好机会 直接撸了个手软 接下来的几天 小梅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每天晚上隔壁的北条夫妇 都会一直运动到深夜 这让小梅本就单薄的身体 变得更加雪上加霜 这天小梅如行尸走肉一般 走在放学的路上 恰巧遇到北条太太 北条太太看着虚弱的小梅 盛情地邀请她去家里吃饭 并说自己买了海鲜蛋糕 可以帮助她调养身体 小梅做梦都不曾想到 北条太太会邀请自己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来到北条太太家里 小梅告诉她 之所以最近身体不好 是因为晚上邻居声音太大 吵得自己天天失眠 没想到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 北条太太感到十分内疚 为了补偿小梅 北条太太让她多吃一点 海鲜蛋糕补充营养 并将沾满奶油的手指 放进小梅嘴里 让她细细品尝 之后北条太太 更是用熟练的按摩手法 成功地攻陷了小梅 空虚的内心 之后的日子里 尝到了甜头的小梅 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只要北条先生一去上班 小梅就立刻前往北条太太家里 进行每日的营养索取 即便是北条先生在家里 小梅也会对北条太太各种暗示 心领神会的北条太太 则会给丈夫一笔钱 让她去风俗店里快活 带丈夫走后 就来到小梅家里与之互动 晚上 小梅则一边享受北条太太动人的声音 一边在书本上学习各种各样的技巧 以待自己日后使用 久而久之 索取无度的小梅 由于积劳成疾 终于病倒在床上 而北条太太见小梅已被榨干 果断搬离了公寓 康复之后 小梅看着早已人去楼空的房间陷入沉思 过去的快乐日子就像是一场美梦 而现在的小梅或许只有在梦中 才能再一次看见北条太太那亮丽的身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